你怎麼看港股的動力現在有多大呢? 首先在恆指裡面 我們兩個月裡面 很明顯經歷了散戶投資者情緒的變化 我無論自己的學校或者不同的頻道 都講過很多次 大家回憶回 在上一兩個月 逢指數低於2萬點的時候 那些人的氣氛相對現在是180度不同的 我真的很深刻印象就是記得當時 是說市場的氣氛 和2萬點以下的時候 其實是叫救命的 然後就好像預言家那樣 就是大家全世界有共識 就是說2萬以下很快秒殺就去到1.8萬 1.8萬就必定會穿的 然後就去到1.6萬 1.6萬又說必定會穿的 現在很快這個股市就close down了 其實我不是作大的 大不就回憶當時的散戶的情緒 究竟是這樣的 是不是這樣 就一個陰謀論的角度也好 或者是註定也好 其實股市就是這樣的 逢是你全部單邊地 就是說稍微投資者 不是稍微投資者 稍微投資者是單邊100%近乎 都是這樣想的時候 你發覺它都會相反方向 OK 好了 然後去到現在的股市的角度 因為其實在初段歷史最慘烈那一段沒有人相信是政策底的 OK 但是隨著越多的股市上升 或者是越多的news 特別是以昨天的新聞為首 或者起碼大家去再細微一下近這兩個月 其實除了是有比較堅實的放水的政策 不是口頭 是堅實的放水的政策 在這個sector裡面出現之外 而且也是沒有再有任何一句是關於平台打壓 甚至好像近來一年共同富裕這四個次好像沒有什麼說過的 好像OK 而隨著股市越來越升 那些人就開始就覺得 是不是好像政策底啊 所以剛才你說的很對 這個 現在的市場 反過來 因為特別昨天升了六百多點 其實那個市場就開始是樂觀了 然後就開始 我就預期就是市其實如果再升多一波 或者是那些二、三線股再活躍多一波 這個可能是一個禮拜 或者是十二、八天那時候 我猜測市場的情緒就會比較亢奮的了 就180度的轉變 然後開始就不說18000的了 不說16000的了 然後就頓進一步是說23000 或者25000了 這個 其實老實講 這個在之前一個禮拜那時候 我已經開始聽到多些市場的聲音 是說全年的目標是去到25000 甚至再激進一些的就是很快是去到25000 這個 大家可以細心喚味了 這個 這個 低位那時候就無限體淡 這個 升了一段那個時候 然後就開始樂觀了 這個 那就是 不知道會會再加速呢 然後呢 可能會再升多一波有反量呢 這個 其實我自己本身就真的是這樣想的 這個OK 因為其實我們不要管坊間的情緒了 你純粹是就著那個variation這樣想這個 這個就是說 港股其實跟以前那些是牛市復甦是不同的 我會覺得這個 因為這一陣實在是 實在是 無論在估值上面 或者在一個盈利上面 或者是蒸體經濟的雲富面裡面實在是太傷 那所以呢 在很多baggercap的香港股票 或者特別是科技營的股票裡面 其實大家可以想一想 有幾多隻可以營利是創回以前的新高 或者是突破以前的新高 這個 你細心喚味一下 很多公司都做不到的這個 就是包括是已經公佈了一個 事業是好像很好業績的美團 或者是京東 或者是阿里巴巴 這些是電商或者是外賣平台類的企業 其實它的盈利都不可以是升出前面的高位的 就是仍然是有一段的艱難的日子要過 那它們的股價是由低位上升 只不過是說由於股價跌得太多 所以股價壓縮得太多 才給它一個本能的反彈給它 但是如果你要它有一個持續的 是進一步的升勢的 就是那個美團低位四擠入 但差不多近乎一倍了 你要它這個價位再彈多4、50% 其實你的要求就要很高的了 你的盈利的改善 或者整體的情況 就要有一個很大的動力 你才可以在股份彈到這麼多的基礎指數上 再推升上去的 OK 所以在整體的指數 去到指數的結論先 我個人覺得就是說 如果是再升多段的時候 其實也是會有所回憶的 那我倒轉就是當大家都很樂觀 看2萬3、2萬5 那我現在就相反倒轉就是 強烈地是不認為是這麼快可以去到2萬5 甚至是2萬3 我不認為是一件這麼容易可以做到的事 嗯